我们先带你来关心到一个最新的连线消息 这几天北北极的观众朋友应该都非常担心 一名39岁的简性逃犯就在北北极这三个地方互相的流窜 一开始这名简性嫌犯是在基隆离开医院逃脱之后呢 转转来到了台北市 甚至呢在新北市也都能看到他的踪迹 而且也让周边的国小通通都禁止开放校园 而最近带你掌握到的进度呢 他稍早已经在新庄落网 最新情况请记者吴玉雅来告诉我们 好 杀人未遂逃犯简易红终于在今天晚上7点半 在新庄双峰路一处公寓大厦落网了 我们来看一下稍早逮捕画面 好 可以看到他身上穿的衣服呢 已经变成了蓝色T恤口罩也换成了黑色 跟之前曝光的监视器画面穿着打扮已经不同 之前都是穿着同一件白上衣以及蓝色的格子衬衫 目前要先把人带回新庄分局 再由基隆警方带回基隆 根据了解 杰云红有两天都是有去做这个粗工打零工的工作 重新整理他19号从基隆医院脱逃后的所有足迹 他先是徒步走 过程中还去超商偷水喝 因为身上没有任何的财物 只有一台随身T 接着他就算没钱呢 还是搭上了客运 一路坐到台北市松山 第一站下车后徒步走了7公里 抵达万华的龙山寺 因为这边是他最熟悉的地方 在犯下之前的案子之前呢 都是在这一带走动的 光是万华他就待了两天 后来疑似还偷钱呢 搭捷运搭到新北市板桥的这个新浦站 也就是说他过程中不断变换交通工具 搭客运搭捷运甚至还有搭公车 而且他疑似呢不想被监视器拍到 都会刻意的走在骑楼 看到整车经过呢 还会马上的藏起来 而他吐槽的这几天 真的是造成了双北市民相当恐慌 还影响到了校园 终于呢被抓到了有关这几天的细节 都要等他交代清楚 好刚刚带你来看到的 就是当场押制的最新画面 尤其你可以注意到他的穿着 已经完全改变 过去在监视器上看到他的穿着呢 是格子衬衫非常醒目 但是呢被逮捕的时候 其实已经全身上下衣着全部更换 目的就是为了要掩人耳目 但是呢在他逃亡这四天 当然让很多北北基的观众朋友 特别是家长们非常担心 而且现在也开始讨论说 当时他逃离的时候 基隆第一时间警方是没有好好掌握到他的行踪 而且盘点他过去的足迹哦 他虽然声无分文身上只有一个播放音乐的MP3 但是呢虽然身上没有钱 他依旧是搭着大众捷运 还有其他的交通工具爬爬噪 而且呢他甚至还徒步七公里停留在万华这两天 而且在他的逃亡过程当中刻意的走在骑楼底下 而且呢躲在旅馆大厅 就是担惊被警方逮到 同一件白上衣 简性逃犯躲进万华中镇区旅馆的一楼 疑似是看到警车路过心虚的藏起来 但就是这样专条骑楼走 让专案小组更难掉检议器 简性男子逃跑之后 就算身上没有钱还是不断变换交通工具 搭客运搭捷运甚至是Z搭公车 尤其他这身打扮不论是白T恤还是格子衬衫 只要走进盐群当中要认出来真的不容易 他一路逃窜 不排除有可能要到新北市领口看小孩见母亲 接近男子19号从基隆大科运一路到台北市 还出现在万华地区 晚上11点的时候呢出现在成都路 警方研究她的轨迹一路掉了上百具的监视器 发现她几乎都是出现在万华地区 因为她对这里最熟悉 光是在万华地区就啪啪造两天 因为她111年犯下连续窃盗案 隔年近随机伤人 对这里再熟悉不过 摊开地图看看她的足迹 19号从基隆的医院跑出来 班路口渴就跑进超商投水喝 口袋空空没有钱 还是搭上客运 一路坐到了台北市松山 第一站就下车 徒步再走了7公里 到万华龙山寺 竟然现实果腹 躲来躲去之后 20号疑似又偷钱搭接运 坐到了新北市板桥的新浦站 人呢还要再追 听到有杀人 未遂犯逃逸 还没有抓到人 真的会让人心惊惊 尤其基隆的警方 21号下午才通知台北市 检系男子早在19号就跑到这 慢了这么多拍 就算双北市警察布下天罗地网 还是得从三天前的监视器 开始着手 这也难怪家长民众启诈了 TV别新闻陈又祥 叶军台北部导 的确有说的观众都非常关心说 他到底逃到哪里去了 当然对警方来说 有越来越多情思 当然可以帮助他们 在第一时间就逮到人 而台北市警方呢 在21号获报之后 到22号的下午2点钟 就接到了14通的举报电话 但是呢当众的资讯 非常的繁杂 光是这名逃犯的大头罩 面容可以说是一变再变 一开始可能是因为拍摄的角度不一样 一下子是裹字脸 一下又变厚道 其实对警方的资讯掌握来说 真的非常困难 看到两三个就对了 来到台北市警局请务中心 电视墙监控重要路口 接获报案现场有什么情况 远警都能及时掌握 因为监视器就像他们的眼睛 伊林你好 台北市警方的监视器镜头真的很厉害 像在今天的时候在内湖呢 就有民众检举说疑似出现基隆的逃犯 当时候警方就把民权动物上面 所有的监视器镜头框选出来 这个画面呢即使呈现在荧幕上面 事后证明是虚惊一场 赤资十多亿的设备 如今为了追捕基隆逃犯派上用场 超过一万八千多只的镜头 警方一边透过路口监视器确认动向 另一边也出动鹰眼小组 避免人走进棋楼就消失 二十一号下午两点 北市警方接获基隆警方通报后 一天之内陆续在松山内湖和万华 总共就有十四位民众举报 他们一次看到嫌犯 九连行北市也流传这么一段内容 说人已经进入新装 要远景落实勤务 注意安全 实在是嫌犯的面容有变化 看看当初的刑案照较年轻 查记专刊的看起来老一点 可能拍摄角度不一样 脸型又是国字脸 又看起来像厚道 从基隆医院脱逃后 嫌犯原本穿着格子衬衫 到了晚上可能觉得太醒目 衬衫变成拿在手上 再隔一天出现在万华和平西路时 衬衫已经丢了 战情指挥势力 两地警方集合在一起 分享情资陆续找人 因为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TB宣蔡明勋韩尚伦特别报道 而来到松台湾 其实大家也非常关注的 就是台中的捷运随机砍人事件 当然造成了三人受伤的情况之下 大家很想要知道 嫌犯到底为何呢 要规划这一次的砍人行动 在今天上午他接受的争讯 被问到说 你明明就是在高雄 为什么要刻意的北上来犯案呢 他说台北捷运人太多了 而且呢在高雄他也很担心 会伤到女友的家人 所以才会特地北上来到台中犯案 另外犯案用的凶刀 他也是在上个星期 就在高雄的卖场买好了 被带住警局他神情平静望 向前方不发一语走上警车 这次过程中连拖鞋都被挤掉了 还得由远警捡起来帮忙拎上车 回顾案发经过红性嫌犯 早在案发前两晚 19号晚间6点多 从台南高铁站搭车北上台中 7点多到达后 入驻七骑高级汽车旅馆 直到21号上午10点多 退房后搭上计程车 直接前往捷运水安公站 红性嫌犯11点左右搭计程车 来到捷运水安公站 先到一楼的置物柜 放置个人的物品 接着他上到三楼上完厕所之后 在10分钟后搭上了捷运列车 直接拿出作案凶刀来行凶 他大概是在一星期前 从高雄入主 入主某一个大卖场 事先就购买 红性嫌犯向警方公称 大约一个星期前就在高雄入主的五金卖场 买好了两把水果刀 一把菜刀 一路带着三把刀搭车来到台中 警方询问他为什么要选台中作案 他说因为北捷人太多 高雄捷运怕会伤到女友的家人 因此选择在台中作案 晚间因为拒绝夜间征讯 先被转往行大的拘留室 直到早上带回六分局 早餐吃了吐司夹肉 午餐则是排骨便当 经过一夜 他情绪已经恢复稳定 情绪状况还算蛮镇定 还算蛮镇定 对打也都OK 只是嫌犯预先买好刀 时间选在十年前症结事件的同一天 地点选在捷运 一样持刀无差别是行凶 状况动机究竟为何 都有待检方调查理清 TV新闻黄国军张子民 亮武汉台中采访报道 而在事发之后 洪姓范贤的父母亲 也特地赶到警局 当然其实他们自己也非常震惊 在今天他的爸爸妈妈出面 来面对媒体 六度的鞠躬道歉 等于父母的 当然心情是非常沉重 爸爸说不敢求原谅 没有把孩子交好 是一位失败的父亲 我们的诚意再多 我们就算归下去 小朋友没有会赶快好 所以我只要借在这里 跟大家恳求说 希望他们会看到我们的诚意 我们真的是对不起他们 洪姓嫌犯的父母亲由律师陪同 脚步沉重走出警局 妈妈紧紧握着爸爸的手臂 一起出面替孩子致歉 我不求你们原谅我 我只求你们用心的去照顾你们的小朋友 因为我做错了 我跟你们说声道歉 但是我也希望你们的小孩子可以早日康复 洪姓嫌犯20岁了 天底下没有父母亲愿意教养出伤害别人的孩子 妈妈紧紧握着爸爸的手 希望给彼此力量 一起面对眼前难关 妈妈在孩子移送的时候 母子曾经拥抱痛哭 担心妈妈受不了 爸爸把话接了过去 想一肩扛下压力 夫妻两人又一次90度鞠躬 她说跟越联系过 想跟被害人致歉 但是不敢求原谅 父母亲都有医护背景 儿子也是 应该是令人称陷的人生胜利组 却发生如此严重事故 洪姓嫌犯持刀在台中监狱上伤人 父母亲六次90度鞠躬致歉 她说为人父母没把孩子交好 她是个失败的爸爸 心情无比沉重 TBS新闻张子民 黄国军无熟平台中报道 同样沉重的 还有这起空中的乱流 所造成的意外 当中要带你来看 这星期二发生的 新航遭遇到了恐怖乱流 包括机上的乘客 还有空服员 通通都受伤了 也造成了一死71伤的悲剧 从当时的机上的画面可以看到 包括是机舱的天花板掉了下来之外 其实在客舱里头 很多的设施也都出现了毁损状况 所以大家刚才可以想象到 这个乱流当中的强度有多大 当时透过相关的数据显示 在短短的5分钟之内 这个飞机就瞬间下坠了6000英尺 而且当时刚好是早餐时间 所以很多的空服员都在送餐 也是这一次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受伤的原因之一 机舱内氧气罩掉落 乘客卡在座位还不能下机 大家都惊魂未定 飞机上所有物品也散落一地 会有这混乱的场面 因为新加坡航空SQ321航班 空中遇上恐怖乱流 生死一瞬间至今历历在目 原定这架班机从伦敦飞往新加坡 没想到飞行十小时正在吃早餐 飞机空中突然下坠6000英尺 转将曼谷机场救护车紧急救援 而机上211名乘客和18名机组人员中 以澳洲籍乘客最多有56人 第二多就是英国籍一共47人 71人受伤 其中多人情况严重 澳洲就占了8人 而一名73岁英国籍男子死亡 初步调查疑似心脏病发 当时正与妻子出国度假 却发生噩耗 新加坡航空后续也派机在其他客人返回张仪国际机场 强调后续会协助乘客妥善处理 提示别的新闻做不到 在这次的意外当中也造成了一人死亡 是一名73岁的英籍乘客 他疑似是因为在剧烈的乱流当中 心脏病发身亡 英国媒体就说了 他是一个音乐剧的团员 他的剧团也非常难过 说他是一个真诚而且正直的绅士 而现在除了这个死亡的案例之外 大家也很好奇说 到底是什么样的乱流 会让这样子的非空中的危难事件这么严重 我们要先来还原当时的情况 刚刚我们有提到说 刚好正是早餐的用餐时间 所以很多空服员是在走道上正在送餐的 再加上当时的安全带警示是没有亮的 大家想说为什么没有接到预警呢 就是一次遇到的是晴空乱流 非常难以目测 也非常难以预测 不过说到这边你可能会好奇说 我们平常搭飞机也都会遇到乱流啊 乱流跟晴空乱流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先来看到乱流的部分 他是不同的温度 不同的压力 还有不同速度的空气相遇 所导致的一种空气当中 比较不同速度流动的一个现象 大部分来说都是可以预警的 而且也可以有一些自同的雷达来侦测 而且或者透过放慢速度的方式 来减缓它的影响 但是晴空乱流就多了一个变数了 因为它本身说乱流一般来说 我们看到是一些比较对流大的云层 你可以透过云层 还有透过一些光学的仪器 可以知道说我前面就有乱流 但是晴空乱流最大的差别 就是它没有水气没有云 所以你是非常难以去判断它的位置 没有办法掌握 不论用肉眼或是用光学仪器 都是没有办法达到预警的 而且看到的时候呢 其实代表说可能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方向强度在空气当中都会做出迅速的改变 所以说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你今天搭飞机的时候 只要你没有要上厕所 没有要离开座位 通通都系上 安全带是最安全的一个方式 不过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每年大概有40亿的航空的乘客 但是如果你从2009年到2021年的数字来看 其实只有30名乘客 还有116名的基础人员因为乱流受到影响 造成的伤亡其实都还是非常罕见 但是呢其实在天气变化 越来越多的状况之下呢 其实在过去的40年来说 晴空乱流的数字也大幅上升 多了55% 不过专家还是特别告诫大家 不用太过紧张 床内氧气罩掉落 乘客卡在座位还不能下机 大家都惊魂未定 不不不不 事件很坏 灯火和空气氛气罐 被淘汰掉了 飞机上所有物品也散落一地 会有这混乱的场面 因为新加坡航空SQ-321航班 空中遇上恐怖乱流 生死一瞬间至今莉莉在目原定这架班机从伦敦飞往新加坡 没想到飞行10小时正在吃早餐飞机空中突然下坠6000英尺 转将曼谷机场救护车紧急救援 而机上211名乘客和18名机组人员中 以澳洲籍乘客最多有56人 第二多就是英国籍一共47人 71人受伤其中多人情况严重 澳洲就占了8人 而一名73岁英国籍男子死亡 初步调查疑似心脏病发 当时正与妻子出国度假却发生噩耗 新加坡航空后续也派机在其他客人返回张仪国际机场 强调后续会协助乘客妥善处理 TVB的新闻做不到 回过头来我们要持续带大家来观察 是俄乌战争目前的最新状况 我们先来看到俄罗斯现在最新的动作 就是他们展开了核武演习 而且未来会分三个阶段 目前正在执行的是第一波的核武演习 地点在哪里呢 是在南部京区 但是当中非常具有政治及军事上的意涵 就是演练的部分 其实含挂了乌克兰被并吞的区块 在这次武器的部分 包括可以看到的是 有伊斯坎德尔移动式的短程飞带 还有匕首超音速飞带 当中其实也都可以看到 战术核武的一个状况 战术核武一般来说 它的爆炸的威力算比较小 但是造成的破坏力是非常惊人的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这一次的核武演习 将会分三个阶段 当中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一阶段 但是第二阶段 可能白俄罗斯就会进入加入参与了 而且呢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白俄罗斯就已经在部署战略核武 就是当地的资料所告诉大家的 但是为什么这个普清俄罗斯的总统 要展开这个核武演习呢 他自己官方的说法是说 演习的目的是要确保各个单位 还有各个装备都能为战术核武来做好准备 但是其实恐怕跟大国当中的角力 是有关系的 因为路透社就说了 马克宏这些人的言论 俄罗斯的 对不起是法国的总统的言论呢 让俄罗斯觉得受到威胁 分析人士也说了 普清这样的作为是希望可以 嚇阻西方进一步来插手乌战 就是他希望把现在的乌战的战果 可以好好的巩固下来 但是在这几天 包括在海上 还有在克里米亚的部分 俄罗斯还有乌克兰双方也都是互游往来 我们先来看到是俄罗斯声称 在克里米亚上空击落了9枚的美制飞弹 当中当然发射的地方是来自于乌克兰 他也声称有住宅还有建筑是受到毁损 但是乌克兰当然瞄准了克里米亚 而且希望可以摧毁俄罗斯的海上势力 他们透过远程来摧毁黑海舰队 在克里米亚最后一艘 可以配备巡异飞弹的军舰 目的就要削弱俄罗斯在海上的攻击能力 这是目前在克里米亚的最新战况 但是我们要带你来看的是哈尔科夫 哈尔科夫我们这几天都有提到 尤其他本身是乌克兰的第二大臣 现在俄罗斯积极的想要攻下这个地方 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在这边做出一个缓冲区 让他所有的占领的区块都能获得保障 但是乌克兰的总统泽伦茨基当然是非常夸张 再次的对西方喊话而且表达不满 他说西方的援助真的给的太慢了 干脆把F16战机给他 而且从北约的盟友来出动战机 在路障龙牙之间穿梭 这支乌克兰无人机小队 抢在太阳下山前赶紧寻找躲藏处 在俄军无人机还没发现他们之前 乌病只有短暂的时间能够架设吸血轨无人机 展开暗夜跨境攻击 哈尔科夫距离乌尔边境大约只有30公里的距离 但乌军想要袭击俄罗斯境内危机四伏 因为自己的头顶上随时可能会出现敌军无人机 一架才刚飞走 另一架又袭来 一整夜来来回回躲藏至少三次 乌军好不容易在吸血轨无人机上安装地雷 出动飞往贝尔格罗德 通过这个方式是要阻挡俄罗斯军队南下进攻哈尔科夫 跟拍的CNN记者说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乌冰透过无人机在俄国境内买下地雷 我认为是正确说一个群体像我们与我们一起与我们的群体都是与他们的拥有所谓 感觉他们可以在乌军回到俄罗斯 到俄罗斯 我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都在乌军 让俄罗斯军发出了自己的脖子 除了派出人机之外 你看这些人的航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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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要举到射击在敌军 乌克兰部队也拼了老命死守哈尔科夫 乌克兰总统自立斯基声称目前北边局势已经过得控制 然而美国却提出警告 真实状况恐怕没有乌克兰想象的那么乐观 事实上在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前 大约有150名美国军事训练人员在乌克兰境内 但开战之后就统统撤离 美国现在却说战时不会派军事训练人员前往乌克兰 在接受路透社独家专访时 则轮司机对西方援助慢半排颇有怨言 他敦促西方盟友干脆直接参战 你现在还没减有的方向有的方向 移动车9月份到美国军事训练 有一些旺旺的地方东北部 里中我看到他们如果不可以使用 军事服务想要战时 使用区最统的够战 保持续人的 另外二军不仅不仅发生新轮的领盪 同时提供将全强攻减东北部 罗岸负地区的一座小镇 比洛霍夫卡 美国政治新闻媒体Politico报道 有两名美国官员透露 五角大厦可能将在这周宣布新一轮军援 协助乌克兰抵御俄军的新公式 TB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我们来看到以哈冲突当中的最新进展 尤其现在我们来看到是拉法地区 你从图片上可以看到很多人 很多的难民现在流离失所都只能住在帐篷里头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他们现在没有干净的水 没有好的食物还有能源可以使用 通通一家人只能挤在帐篷里头 这是为什么联合国特别担心说 在这里会爆发饥荒 甚至衍生更多的人道危机 但是以色列依旧还是把拉法地区当成目标 而现在美国在之前的态度 也都是一再告诫以色列说 你不要动拉法 因为你这样子恐怕会踩到 很多人心中的人道主义底线 但现在美国态度软化了吗 现在美国的管务官Sullivan最近就会灭了 以色列的高级官员 还有相关的报导指出 这个美国官员说以色列因为在进攻拉法之前 已经纳入了美国的人道主义关切 所以说华府软化了之前对以色列军队在拉法的军事行动的抵制态度 所以等于说态度软化了 但是他们还是要强调不会开绿灯 但是或许在进攻拉法之前 大家对一个消息是非常有印象的 就是哈马斯好不容易同意了停火协议 但是后来才发现说其实当中背后有猫腻 到底是什么猫腻呢 我们先来看到哈马斯其实在5月6号的时候 当时就宣布接受了停火协议 但是没有想到当中居中斡旋的埃及竟然玩两面手法 等于说他给哈马斯的协议是一个版本 但是给以色列的又是一个版本 等于说哈马斯接受的这个协议版本呢 不是最后经过确认的 所以当然就产生了不少误会 CNN就暴露了三名的知名人士就说 其实埃及的情报系统是没有经过以色列同意 就偷偷把停火协议给偷改掉了 而且在里面加入了哈马斯的要求 也才导致当时的换府谈判 停火的协议是破局了 当然这样的举动让美国以色列 还有卡达居中斡旋的这些重要角色都非常生气 尤其是CIA的局长伯恩斯 当时他人就在东东 而且如果大家对他有印象的话 大家会觉得他的个性是比较温和一点点的 但没有想到这样被瞒 而且被掩埋的这个状况之下 让他非常愤怒也觉得非常丢脸 也暴露说其实当中剧中斡旋的重要人士 都是不激情是被一个被骗的状态 再来我们要来看到的就是以色列了 以色列现在指控美联社 违反他们最新的媒体管制法 在星期二也强行扣押他们的摄影器材 还要转播设备遭到了强烈谴责之后才予以归还 摄影机脚架排放在地上 一旁以色列政府官员拿着摄影机填写扣押文件 周二美联社在以色列南部的据点遭到官员进入搜查 摄影机和转播设备全被扣押 以色列通讯部表示美联社试图追踪以军活动 并将影像转发给半岛电视台 违反该国的外国媒体法 消息一出引起美国白宫关切 在遭到广泛谴责之后 以色列通讯部长撤销没收命令 将设备归还给美联社 不过最近以色列的争议不止这一件 国际刑事法院ICC20号申请对纳坦雅胡 与哈马斯高层的逮捕令 受到纳坦雅胡强烈反弹 呼吁西方世界起身反对 美国英国奥地利声援以色列 欧盟和丹麦则表态尊重ICC 而去年3月ICC也以战争罪 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 克弓也趁此机会讽刺美国 不过以色列并不承认ICC的管察权 因此即使发布逮捕令也没有强制力 较可能的结果是 削弱纳坦雅胡的国际声望和地位 不过纳坦雅胡依旧态度强硬 表示乙军在加萨的行动 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TV新闻综合报导 再来我们来关心到台海的稳定 尤其在赖冬彤的就职演说当中 一句互不隶属这四个字 当然不值外国媒体非常关注 很多的国内学者 其实也都是捏了一把冷汗 我们先来看到各个国家 尤其是美国目前针对这件事情的最新的发展 包括在演说当中的是 两岸互不隶属这几个字也 引发了对岸强烈的不满 而美国的布林肯出席了 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时候 就说了华府将会团结各国 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而且会集结各国的力量 来确保大陆不会单方面的 来采取行动改变现状 但其实我在国内的很多的学者 眼里都认为说这样的就职演说 当中的字也恐怕暗藏了一些警讯 我们先来看到淡江大学的 中国大陆研究所的荣誉教授 赵春山他是怎么看的 他说他研究两岸一甲子60年的时间 从来没有这么惶恐 他认为赖子总统这一次的演说 就像引蛇出洞 这代表的是什么呢 是铜破纱窗指 大陆必须要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了 台湾也必须要开始有备战 准备他的看法 尤其他说他研究台湾 还有中国大陆两岸关系这么久 包括估计比较危机的时间点 像是1996年的台湾危机 2000年的陈水扁当选总统 以及2016的蔡英文 上任以来基本上呢 两岸其实都有一些波折 但是他认为说 在这一次相对来说是比较危机的 尤其他认为说 其实对岸对赖总统的就职演说 有什么期待呢 他认为说 其实基本上你要提到九二共识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认为说在整个演讲稿里面 你应该要呈现出一个两岸都是一家人的这种感觉 但是现在这样子的就是眼桌 反而是有一种非我族类的暗示 所以说他认为说会让两岸出现紧张的氛围 但是我们再来看到淡大的两岸研究中心的主任 张伍岳是怎么看的 他说这个内容还在预期当中啦 不代表大陆会满意 所以说北京还是要按照既定的政策方针来办事 所以台湾要关注对岸是一手硬一手软 风险目前还是可以控制的 没有所谓的兵凶战危的局面 这是他的看法 他认为说这个内容基本上都是符合预期 但是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包括在军事包括在经济包括在外交 中国大陆都有可能限缩台湾的生存空间 和台湾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梵蒂冈 传出有意在中国大陆设办了办事处 外国媒体路透社解读说 这是中国大陆跟梵蒂冈两国的重大外交升级呢 会不会也影响到台湾跟梵蒂冈的邦交 现在也引发讨论 总统赖清德刚上任 台湾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梵蒂冈 特地派出驻菲律宾大使查尔斯布朗来台湾观礼 并与赖总统举行双边会晤 不过现在传出中泛关系可能申变 这几年来台湾和梵蒂冈 持续透过各层级的相互访问 增进彼此的情谊 事实上特使在台湾的同一时间 梵蒂冈国务卿书记主教帕罗林 与上海教区主教沈冰进行会晤 路透社报道 帕罗林最新表示 梵蒂冈希望在中国大陆设立常设办事处 代表梵蒂冈与大陆外交关系的重大升级 梵蒂冈举行研讨会 教宗方济各还特地录制影片赞扬中国天主教徒 为和平做出重大贡献 并重申现在的中国天主教会 以和罗马教廷共融 罗马天主教到中国是传福音 不是殖民 美联社报道 梵蒂冈与重申对北京政权不构成威胁 并承认早年西方传教士 因为急于改变民众信仰 曾犯下错误的谈话 是梵蒂冈再次向大陆做出的重大表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20发表声明 祝贺赖清德就职 大陆外交部反批美方 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尤其赖总统演说 谈到的户不隶属字眼 也被美方轻轻带过避而不谈 恐怕都再度让中美之间种下心结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美中当中的贸易争端 当然从过去几年一直到现在 但是有没有可能再度升危呢 现在中国大陆是不是打算 用魔法打败魔法 我们先来看到 其实现在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他说美国现在针对中国大陆电动车的关税 调到100% 而且欧盟现在要调查说 中国大陆是不是过度的补贴 也造成他们在电动车方面有不公平的优势 而欧盟的中国商会就说了 北京打算要将欧美的大型引擎进口车的 临时关税再往上调 调到多少呢 有机会来到25% 我们也来看到 中国大陆的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刘斌他是怎么看的 他说呼吁要提高2500cc以上的进口车的税率 尤其就是WTO的规范最高课税 可以来到25% 为的是什么呢 讲得非常好听 说是要推动绿色转型 还有减碳排的目标 但是有没有可能只是来回忆 美方还有在欧盟的不公平调查 以及提高的关税 其实当然还有非常多的讨论空间 但是光是在2023年 如果以中国大陆来说 进口了欧美25万辆的2500cc以上的引擎车 占了他的进口车的总量达到了三成二 另外在出口的部分 155万辆的电动当中 有大多数都是进口到欧洲 来到了63.8万辆 另外北美的部分是5.2万辆 但是除了电动车 其实现在因为中国大陆内部市场非常饱和 他必须要把电动车往国外卖之外 其实以目前全球的状况来说 中国大陆的太阳 其实发展也非常蓬勃 而且光是在去年 有半数以上的再生能源 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从大片的盐田到看不见尽头的海洋 甚至沙漠 这些曾经被看作是闲置的空间 如今都成为太阳光下 持续生产能源的宝地 光伏发电站从陆地搬到了海上 水上光伏发电量 较陆地光伏高5%到10% 中国大陆太阳能产业去年大爆发 不但太阳能发变装机容量 出现将近30%的年度成长率 一整年所安装的太阳能板 更比美国有史以来的总和还要多 为了彻底发挥土地的所有可能性 太阳能板的装设更朝向多功能用途 正好咱们这个盐田 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 第一咱们不影响这个盐田的生产 也不影响咱们的养殖 好了我们再做个光伏 这是最好的一个咱们发展的一个趋势 除了在天津完成占地超过1266公顷 每年可发15亿度电的全球最大盐光互补计划 在人口更稠密土地更难取得的山东 太阳能板更是架上了家家户户的屋顶 太阳能板又出的就短前是吧 在山东近南附近经营玉米与小米农场的石梅家人 三年前与太阳能电厂签下合约 架设40片太阳能板 固定把电力回收给当地太阳能电厂 每年可以因此增加约1万元人民币的收入 因为它存到别人 从银行里长的利息短 它每月有固定的收入 就是这么个想法 这种屋顶装太阳能板 就能发电赚钱的做法 很快就吸引到更多民众跟进 基本上都是每年100%到200%的增长 因此山东这个土地高度开发的省份 虽然无法拥有像新疆等西部地区的大量空旷无人区 但太阳能产业发展仍处在全中国大陆领先地位 而当地的太阳能装置容量将近半数都来自屋顶太阳能板 然而这么多的太阳能供应 是不是就表示不用再担心用电了呢 答案却是否定的 实际上山东去年还是全中国缺电最严重的省份 一整年共缺少2049亿度的电 因此被迫从内蒙古引进电量来弥补 它的房屋面积是有的 但是它电网那个消纳可能不行了 就是达不到了 包括还有一些电网的安全 它短时间没法去超过变压器的容量 所以说这个多多数少会受到一些限制 业者坦言整个国家电网的负载量有瓶颈 导致太阳能板就算装上 但电力运输储存的容纳量有限 也无法被使用 因此山东不少地区已经暂时停止在屋顶装设太阳能板 石煤很庆幸自己早早就装好了 保住每年这笔固定外快 全国可能逐步去推动整个电网的基础的改造功能 然而在整个国家电网的升级改造完成之前 中国大陆目前还是有将近七成的发电量 都是来自煤炭与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 至于太阳能与风电所提供的总电量 仅占不到两成 当国内的太阳能因为电网负载能力而出现饱和之际 走出国门就成为中国大陆继续发展太阳能产业的最佳解方 中国目前已经与包括西班牙 泰国 乌兹别克等数以百计的国家 展开大大小小的太阳能合作 从并购并且扩展西班牙在地的发电厂 到供应太阳能产品同时派出工程人员 亲自前往塞尔维亚参与太阳能电厂的建设 并且协助把新增电力引入当地国家电网 去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5.1亿千瓦 其中超过半数都有中方贡献 这些有着丰富经验的中国工程人员 以及更便宜的太阳能板与相关零件 为全球能源转型带来帮助的同时 可能也迫使中国以外的太阳能产业业者 都得面临更严峻的竞争考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在网络上发言很多人会在乎政治正确 但是现在美国的前总统川普踩到了一个大地雷 因为他最新的竞选影片竟然出现了纳粹统一帝国的字眼 他的竞争对手也是现任的美国总统拜登 立刻逮到小辫子 说哇这是希特勒的用语 但川普的团队解释说 这影片是外包制作 不是故意的 美国前总统川普又推出耸动的竞选影片 一项又一项的口号 川普照惯例打出美国梦旗帜 不过却被人眼尖抓包 背景居然出现统一帝国字眼 让竞争对手拜登捡到枪 影片中的小英文字使用帝国 通常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 纳粹领袖希特勒统治的地区 极端独裁形象引发众人哗然 影片上架近20个小时才撤除 川普阵营也紧急切割 直接将责任推给外包厂商 强调这只是无心的失误 然而美东时间周二 川普再度为封口废案出庭 媒体镜头前不忘痛骂拜登 指控自己遭司法追杀 川普认为美国正步入地域也再次重提 选与选举不公 这就是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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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债务长清之后就会停止发行批索 而且把国内的法庭货币改成美元 这是他的最新的论点 同时他周末的时候出席极右派领导人聚会 还暗示西班牙综艺的妻子 贪腐也引爆了两国的外交危机 阿根廷总统米雷伊上任后主打休克经济 他在自己的新书发表会上再次语出惊人 米雷伊口中的汇率自由化 就是他在竞选时提出的经济美元化政策 阿根廷政府将停止发行批索 让美元成为法定货币 不过米雷伊上任后削减补贴与公共支出 导致不宜弄视爱丽丝的地铁票价 突然上涨360%加剧阿根廷民众的通膨危机 在东北部城市波萨达斯 警察与教师等公职人员 也不满严厉的预算紧缩政策上街抗议 另外米雷伊案指西班牙总理桑杰市 有个贪腐的妻子也引爆两国的外交危机 西班牙要求米雷伊公开修正言论 米雷伊确称西班牙的行动荒谬拒绝道歉 西班牙外交部长还放话 如果米雷伊坚决不到线将与阿根廷断交 TV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人如果到美国去的话 通常也都会到这一家餐厅叫做红龙虾里头去吃海鲜 但是呢很多人去到这些店的原因是因为 哇这个当中非常优惠的是 有20美元虾子就能吃到饱 过去呢是现实的促销活动 但是呢他们把这样子的促销活动 拉长变成永久促销 没有想到也引发了大批亏损 现在这家连锁餐厅也撑不下去了 只能宣告倒闭 拥有56年历史的 美国最大海鲜连锁餐厅 红龙虾19号申请破产 并宣布将关闭99家门市缩减成本 连世界首富马斯克都不舍po文 表示他很久以前在红龙虾餐厅 有许多美好回忆 中时顾客来到门口才发现餐厅倒闭 不敢置信 红龙虾餐厅破产的主要原因 就在于20美元虾子吃到饱的限时促销活动 去年变成不限时的永久菜单 导致严重亏损2.94亿美元 约95亿新台币 红龙虾在美国和加拿大 拥有578家餐厅 每年有6400万顾客 年销售额达20亿美元 不过根据红龙虾的破产文件显示 公司目前负债超过10亿美元 约新台币322亿元 现在关闭的红龙虾餐厅已经开始出售桌椅 霸台等设备 尽管杯水车薪还是想多少减少债务负担 曾经风光无比 错误的决策 让红龙虾餐厅已破产收场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 不过在物价狂飙的美国当中你要生活是越来越困难了 现在物价同盟的状况之下 过去大家说一个达成美国梦的门槛 是年薪来到了10万美元 但是现在10万美元在美国真的没有办法干嘛 只能勉强的维持一家温饱 而专家也说了 美国的学贷太高 恐怕也是让大家 没有办法达成美国梦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家四口 有车有房 还养猫狗 有20%的收入 能储蓄理财 还有30% 可以灵活花用 这种模式被很多美国民众认为 是理想生活应该要有的样子 但现在却是很多家庭 难以达成的梦想 美国梦的梦想 并且生活风格也有 以前是你能从学校 买家 买家 以往像这样的中产阶级生活 大约年薪十万美元左右就能办到 但在房价物价非常地通膨年代 大约只能让一家维持生活 没有任何东西 它是真的只是把食物放在桌上 把你身上的屁股 把你身上的健康 给你的家庭 所以你并不是在凌晨的日子 如果有些东西 或是他们失去工作 所以有没有任何东西 在退休 在孩子的学校 这些是很多人想要赶紧 这些是很多东西 人们认为美国梦的梦想 也就是将近740多万台币 才能维持一家四口 同时还有剩余的财产能够支配 但当地的薪资中位数 却跟这样的条件差了一大截 薪资永远追不上物价房价 全美国只有3%的菌 薪资中位数高于一家人的平均生活 基本开销 意思也就是说 其实大部分美国的家庭 不是不想存钱理财 只是薪资真的只能勉强撑起一个家 财经专家分析认为 沉重的大学贷款可能是其中的关键 去年美国学贷的总金额 甚至达到1.77兆美元的历史新高 几乎每个走出大学校门的毕业生 还没赚钱就背了一身的债务 再加上就业后的薪资 无法为子女存到足够的大学学费 下一代就得重复 学贷噩梦 所以当我们想想到 你的孩子们的投资货 在学生的货币 比较大量的货币 所以在学生的货币 比较大量的货币 比较大量的货币 可以很难和几乎 所以这种货币 在学生的货币 会更大量 然后你能够赚钱 可以买一车 可以从父母的家庭 但包括千禧世代 还有Z世代 也不是完全放弃美国梦 大约62%的民众 还是想卖房 只是超过七成都表示 自己根本付不出头七款 被账单房贷 压得喘不过气来 甚至可能连心理健康 都会亮红灯 货币是被人购买的力量 它是缺乏他们的能力 保护他们的未来 或投入这些短期的目标 所以这些货币的货币 可以缺乏一种 力量和危险 会影响到危险和危险的感觉 它可以影响到人们的自信 他们的自信 他们的自信 眼看美国梦 让人身心俱疲 因此有超过四分之一的 美国民众选择过着 仿佛没有明天的消费模式 专家更担忧 大家纷纷把最好的模样 都放上社群网路上 造成不少人 对生活状态更加不满足 因此过度消费 或是干脆选择摆烂 社会学家认为 美国梦不应该有一定的标准 按照自己的能力精打细算 创造平凡里的简单幸福 也可能是理想中的美国梦 TV新闻综合报导 波兰导演 透过了AI换脸技术 让俄罗斯总统普钦出演电影 俄罗斯总统普钦穿着尿布 蜷缩在地板上 这是波兰导演维加 所拍摄的普钦同名电影 据中的普钦与本人 相似度百分百 因为导演使用了AI身为技术 把普钦的脸移植到 真人演员身上 不只在电影圈 AI也在笔电市场 掀起革命 南韩品牌三星推出最新笔电 主打AI辅助 能够直觉搜寻 叫出档案 还能把图画草稿 一秒变成品 AI对人类有帮助 却也带来威胁 正在南韩举行的 全球AI峰会 发表以安全创新包容 三大原则的首额宣言 此外新加坡也将提供 上千家中小企业 AI技术补助 例如知名肉干 美真香 从猪肉进货到产品运送 都有AI协助 要增加效率 AI不可或缺 现在新加坡的企业主 招募新人 重视AI技能 胜过工作经验 新加坡政府 也将与微软等大公司合作 推动企业AI转型 TV的新闻综合报导 很多人都喜欢到 日本的药妆店 大买特买 图的就是便宜 但是最近呢 有不少的观光客 都发现说 他们到日本的药妆店 消费 竟然呢 被A钱多刷了 额外商品 不少民众到日本玩 币区清单 一定有药妆店采购 但却传出部分药妆店店员 专坑观光客 暗费手法被爆出来 而且还有不少民众受害 主要因为观光客多了店家 店员们结账速度快 或是直接在后台做设定 毕竟到药妆店 大采购 常常回饭店 就直接整袋收进行李 有些帮忙代购 是事后对账才发现 长驱日本的郑先生就说 近半年 有五六位台湾人来哭诉 常见手法就是被多刷商品 民众应该注意 店员刷商品时 荧幕显示的品项 并且现场核对 金额品项 确认没错之后再离开 同样是荷包要缩水 暑假到了去日本玩 住宿可能会更贵 东京高单价饭店 像是2023年4月才开幕的 宝格丽酒店 五月住宿价最便宜 每晚要六万三 紧接着明后年 要开幕的饭店 平均客房售价 可能都会提高 就连经济型饭店 像是新宿歌舞祭丁 部分房价一晚也突破 六千台币 旅行社也说 房价每季都在涨 七月中涨幅会更明显 尤其日本通膨严重 日元继续贬值 东京都的饭店 酝酿涨价潮 2023年每晚平均单价 大约台币3819元 但相比五年前 就涨了5.3% 只要一踏出国门 就是钱钱钱 民众要玩 荷包可能得多倍一些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 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华主播 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和新华主播 感谢观看